那么读留此经 这一部经特别重要 是世贞当年在世读此宣讲 留下来说大三经 这经典 佛耶森就讲一次 没有重复的 唯独无量寿经 确确实实是多次宣说 不知一次 无量寿经流传到中国 很早 跟中国特别有缘分 最早传到中国来 暗示稿有一本 非常可惜 这个本子失传了 从汉朝到宋朝 八百年间 十二次的翻译 这个大藏经里头 有这个题目 但是金没有了 七种是传 留下来五种 那么从留下来五种当中 我们就看出 我们就看出 不是一次讲的 这一部经里头 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月 阿弥陀佛法的月 有两种本子 四十八月 另外两个版本的时候 二十四月 宋朝翻译的这个本子 是三十六月 不管怎么样翻译 这个决定不能会犯错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所以古代的就想到了 至少是三次宣讲 不一样 才会有这么大差别 从印度传来的这个繁文经典 不是一个版本 那么是传的还其中 没看到的 如果看到了 可能更多 所以祖师大德判定 至少三次 三次以上 喜音室这个经理特别重要 从来没过的 请不吝点赞